這個時候啊,領先一分啊,九局下半啊,推出了守護神火球餅林月平出來 林月平本季出賽了13場的比賽,0勝一半,三中繼成功,六次救援成功,一次救援失法 被打了15隻大恩打,有一隻拳雷打是被蘇建榮打的 18K只有三次的四死球寶送,自責分率是2.51 9下,兄弟相對是從第8棒啊,陳江河開始打 之前啊,連續17個打數沒有安打 之後啊,從潘威倫的手中啊,在五局的下半打出了拳雷打 本季第一發,馬上就來回顧一下 哇 打完那個丟掉棒子,那個動作也還蠻帥氣 呵呵呵 甩一個棒花 兩個壞球沒有好球 一分的差距而已啊,林月平 林月平過去五場的出賽 都沒有失分 而且拿了連續四次的救援成功 還有一場是中西成功 如果一個close來講齁 1.26的一個美局被上累率 不錯啦 呵呵 而且這他也本身來講也是一個奪三陣型的投手 陳江河這個球送到中外野的飛球 中外野守候,劃骨後退 後退行進當中 楊松先把這個飛球接殺,形成一出局 喔,陳江河現在在揮棒過程很乾淨俐落 這個球朝的中外野打回去了喔 還蠻順暢的 一出局打交輪到的雪地九棒喔 這時候原本輪到葉君莊 現在王盛偉 這張牌打出來 王盛偉跟潘武雄一樣喔 也是受傷了 在過去兄弟相對八場的出賽 他卻有出來五場喔 而且都是代打 但是呢,代打的成績就沒有潘武雄那麼的好了 他過去的五場的代打呢 六個打席 六次上打擊區 五打輸一安打 然後一次獲得最外球保重 上一場比賽五屆六號在抖六 他出賽是面對新東牛隊 兩打數,林安打一次三陣 後來還聚放生涯第一次 首飛去首陰了 不過林悅平面對他前兩個球啊 用的都是變化球 連續三個都變化球 對 哇,王盛偉啊 聚放生涯面對林悅平 二十九個打數打了十隻安打 五次保重 三次三陣 對戰打擊率三層四五 重點是有打過一隻全雷打 黃盛偉的全雷打也不多 但是有一次就打了林悅平的 對,你不小心頭到內角稍微偏高 他順勢一拉也有長打能力 對 像潘威倫呢 今年被打兩隻都是 算不太起眼的 不是全雷打型打者啦 一個藍燒把一個陳佳 會不會能打出去 一分差距而已 兩號一壞 三壘方向球出了界晚 還是兩號球一壞球 明天五月十一號禮拜三 中華職棒是在桃園球場有比賽 晚上的六點三十分 青龍牛隊對上 LAMIGO桃園 林奇偉先發對上 黃清智 那兩隊都是二連敗 目前二連敗的隊伍 特別是LAMIGO桃園 是本季第一次的連敗 今晚的這兩隊 都是二連勝的隊伍 跟著很好 那兄弟相對是本季最長 就二連勝 就第四次要尋求突破 但現在是落後一分 已經來到九局下半 現在勝核候選人是張志強了 敗戰投球候選人則是李鋒狂 就看林岳平的關門 兩號一壞 出局 壘上沒有跑者 還要反壘前線落地的壞球 兩號兩壞了 用的變化球還蠻多的 都走在外角的地方 黃勝偉怎麼有在注意 所以破壞的能力還不錯 小吃一反常態 他沒有標他的火球 開速球 對 所以我一直在強調 變化球用的還蠻多的 再來變化球揮棒落空 王勝偉遭到了三角 兩出局 還是用變化球 有外角的花球 真的就是考驗王勝偉的耐性 真的喔 又是不信賢 覺得你應該要投直球了吧 你應該了 你應該了 你應該了就是不應該的時候 你就不好掌握 對對對 應該沒什麼應該的啦 我連投十個變化球 沒有覺得下一張要出直球了 所以啦 這個還是選球啦 如果他這幾個滑球 你都能夠選掉的話 他勢必要用快速球來跟你對球 你滑球都是不斷地破壞 又灰空 然後呢 繼續過來了一圈 輪到的是第一棒的 張正偉 張正偉啊 這場比賽倒是 目前三打數沒有安打 由最後的保重上壘 但是他在七局下半 有一個子外野的飛球 被郭俊佑一個 NICE PLAY給接走了 有機會想像安打的啦 當時 在七局下半 張正偉 生涯對林月平 七打數三安打 對戰打擊率四成二九 游擊手 反手接到這個球之後 傳到一雷 自殺出局 比賽結束 終比賽最後的結果是 統一師隊以五比四 一分之差 擊敗了兄弟相對 取得了比賽的勝利 勝利投手是張志強 半天投手是李峰華 而林月平則是救援成功 兄弟相對終止了二連勝 統一師隊拿到了三連勝 我們先休息一下 再來進行球評時間 他們的評選 我提高... 讓我看看 過渡過